北京时间下午15点45分,川普发表圣选讲话,承诺帮助美国治愈伤痛。 朋友你好,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。 今天是2024年11月6日,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。 咱们先回顾一下计票的过程。 相信大部分朋友今天早上一起来都吃了一惊。 川普领先幅度明显,而且在六个腰白州均领下。 当时他已经赢得198张选举燃票,而哈里斯仅有109张。 川普出人意料的就拿下了爱欧瓦州,让权威度很高的一些预测镂空。 随后他还拿下了北卡罗莱娜,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摇摆州。 川普拿下这里后,凑足270票选举燃票的希望大大上升。 纽约时报预测认为,他当选概率已经上升到89%, 川普阵营是一片荒唐。 据说,马斯克带着儿子也在川普的大阪营等着结果出来一起庆祝。 相信这番形式肯定让很多人脑海中闪回了无数个画面。 从怀疑美国人民到怀疑自己,什么样的都有。 其实也不必想到太多。 咱们很多人已经养成了遇到事情像怀疑自己的习惯,这是好的。 然而,哈里斯的暂时落后,只是因为多数蓝州开票比多数红州要迟,仅此而已。 怎么回想一下2020年,那次川普不也一开始就遥遥领先,最后还是输了吗? 接下来,随着更多未揭晓结果的蓝州陆续开出结果,哈里斯的得票开始迅速上升。 大约下午1点时,哈里斯205比川普230,到1点1刻来到了209比230,到了1点40分来到了210比230。 相信,到这个时候,很多人应该从哈里斯完全没戏,又变成看到了一次希望。 不过,总的形式对哈里斯仍不乐观。 虽然,选举人票数逐步追见,但是川普在剩下的6个摇摆州领先5个,而且领先幅度还都不小,这让哈里斯获胜的希望依旧渺茫。 这里是中午时分的摇摆州战局,可以看出,川普非常接近拿下关键摇摆州编州、佐治亚州和威斯康新州。 此刻,川普只要再拿到40票就可以胜出,形势真是令人揪心。 如果川普赢下佐治亚的话,他仅有246票,距离总统宝座仅有一步之遥。 哈里斯原本有很大希望赢下编州,但从计票来看,他的形式不如川普。 不过,编州编州当然更倾向于邮寄投票,而且该州直到选举日才可以处理或计算邮寄选票,这可能会导致报告结果之后。 而编州的投票,北京时间6日早上8点才结束。 换言之,很多邮寄的选票在6日中午还没有被计算到,哈里斯在编州仍未失败。 按惯例来看,结果6日还未必能揭晓,这主要是因为7个摇摆州不一定能在当晚出结果。 预计,佐治亚州很可能将在今天出结果,宾夕法尼亚、密西干和威斯康辛最快今天出结果。 亚里桑纳和内达华可能需要数天才能计算完毕。 如果这些州竞争激烈,得票差距在0.5个百分点以下就需要重新计票,如此就可能需要更久。 2020年,拜登是在选举日4天后才被宣布获胜的,今年选情更加胶着,所以很有可能今天我们看不到最终结果的出路。 另外,民主党在参议院丢掉了两个议席,共和党获得这两个席位后总席位达到了51个,由此赢下了参议院的控制权。 不过,参议院成员都是资深政治家,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。 即便共和党参议院占多数,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共和党人会铁板一块地通过对民主党鼓励的法案。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安慰您,过去四年中虽然是民主党掌控参议院,但很多事情依然是两党资深议员商量着办。 在很多议题上,民主党多数议员表示同意,但还有少数会跑去支持共和党。 反过来,还有一些议题,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民主党提案的也不少。 因此,认为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,民主党就一点空间也没有了,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 美国政治也绝非鱼丝网破式的存在,否则,怎么能两党轮流执政这么多年呢? 另外,现任美国国会县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·约翰逊在路易斯安娜州第四选区赢得选民的压倒性支持,保住了他的众议员席位。 由于川普的选情较好,市场也出现了一波一动。 美元指数暴涨近1.5%,离岸人民币暴跌近1%,比特币大涨于5%,日本股市上涨2%,国际油价小幅下跌。 然而,到了下午3点左右,不幸的消息传来,川普在威斯康辛获得胜利。 到这个时候,川普理论上已获得277票,哈里斯仅有226票,川普已经获得胜利。 接下来只是走流程罢了。 所以,亲爱的朋友,我们的预测失败了。 美国人民再次选择了川普,证明他们对于改变现状的渴求压倒了其余的一切。 尽管川普满口谎言出尔法尔,尽管川普官司尝善,不获胜就很有可能坐牢。 尽管川普提倡孤立主义,有可能牺牲美国的海外利益和长期利益。 但美国选民更在乎的是改变现状。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称,美国人民今晚给予了川普改变现状的授权。 这话听得我们是背后发量。 后来转念一想,改变现状也好。 但是,不知道川普是否往好的方向改变,还是往坏的方向改变。 是用弯和合法的方式,还是用暴力激进的方式。 对川普来说,其实就是两条路。 要么说到做到,和朋友闹掰,停止援助乌克兰,不让泽连斯基拿走一番钱,让美国的国际敌位一落前掌。 要么就是背弃自己的竞选纲领,上台后迅速重走拜登路线,加大远着乌克兰的力度,仍以打败俄罗斯为主要追求目标。 老实说,无论他走哪条路,在我们看来都是荒谬绝乱的做法。 因为,前者意味着越来越走极端,后者意味着拿自己说过的话不当回事。 以后美国总统竞选者也会更加不择手段,为求上位毫无底线,这两者均非美国之福。 但是没办法,美国选民支持他走这两条极其荒谬的路之一。 估计,今晚普京可以带着微笑睡个好觉了,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。 最终,2024年10月6日下午3点45番,新闻报告称,川普已经发表讲话宣布胜选,承诺帮助美国治愈伤痛。 好,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,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。 感谢您的内心观看,咱们稍后再会。